古噪揮起反對蓋大埔火葬場的 五百位居民難掩心中怒火 這是在二零二三年十月抗爭場面 如今蓋不蓋火葬場先看板大戰 支持興建火葬場繁榮大埔的看板高掛 地下庶民昭華市公所廣告 沒多久立刻遭反對方 也以掛看板方式還以顏色 雙方較勁意味濃厚 大埔商圈居民看法不一 反對方認為大埔地區人口稠密 不適合興建火葬場 最擔心的還是污染問題 任期剩兩年的彰化市長林士賢 認為七成名義都贊成 要解決數十年來都無解的問題 因此打算再度向代表會提案興建 民進黨立委黃秀芳選前持反對意見 選後依舊不改立場 帶來的噪音 空氣污染 交通的問題 都讓民眾存有疑慮 房仲業者分析當地人口不算少 又有學校對商圈店鋪影響小 但若牽涉房屋買賣多少會有衝擊 如果要新蓋火葬場的話 那顯而設施就會變得 我的活動會變大了一定 相對性的附近的房價 一定會受到影響 房仲透露因興建火葬場存在不確定性 導致一些建案直接暫停 才觀望態度 不敢茂然推案 3D新聞許醫師委帳號報導 愛妻的神情 送葬的隊伍 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殯葬業者和商家 更具看好的時辰 舉辦公禁 送王火化 不過彰化的民意代表 拋棄公祭行程 都知道得起個大招 彰化縣明明是六度以外 擁有一百二十多萬人口 人數最多的縣市 在這裡卻沒有火葬場 導致家屬得將ET運送到台中 或南投水裡 甚至雲林進行火化 不過不是到了就能火化 還需要先抽號碼牌等待排隊 還要按照順序來抽號碼牌 才能進行整個火化的意思 遇到光日的時候太晚 就是可能下午再過去的時候 可能就會安排到隔天早上 這輛彰化縣家屬 都得在清晨起一個大早 甚至得先到兵營館 抽取號碼牌等待火化 有時還不一定當天能排得到 過去疫情期間 彰化的商家甚至日過 遺體得在外縣市火葬場 等上三四天的案例 另一方面台中或南投 民眾火化遺體免費 彰化人要付一萬塊錢 使得彰化的民眾 往往感覺像惡等公民 彰化的殯葬業者 也曾前往縣府城勤 不過即便大多數彰化人 認為有必要設立火葬場 但是已被問到 若是蓋在住處附近 卻又通通反對 三地新聞許舒威 林沛玄成 比豪彰化 採訪報導